中央医院肾脏病患集体感染C型肝炎检讨报告出炉 卫生部将设立由卫生部政务部长徐方达领导的小组 加强对传染病爆发的检测和应对能力 来看记者薛师会的报道 卫生部长严金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全盘接受委员会的建议 部长表示这起事件不仅揭露了中央医院在监控传染病方面的疏漏 也暴露了卫生部的不足 特别工作小组的成立就是要检讨如何改善现有体制 在社区里面的传染病或者是在医院里面的传染病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有效率 部长也指出 卫生部和新加坡保健集团也会分别在卫生部和中央医院设立人事委员会 探讨事件当中一些主要人员的职责 并且评估是否需要采取纪律处分 卫生部长严金勇表示 这是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 但他也提醒了我们 我国医疗护理体制仍有不足的地方 因此他希望卫生部和院方都能够痛定思统 从这次的经验中找出更好的方案来监控传染病 同时时刻保持警惕 一并没类似事故的重演 新闯媒新闻记者薛书会报道